高铁桥梁的内部为何是空心的 空心要比实心安全吗 其实这种空心桥梁是经过多次研究和测试的产物 它的安全性能绝对不用怀疑 而它也有一个学术的名字叫香梁 因为外形像一个箱子所以得到了这个名字 是大型桥梁常用到的一种结构 这样的结构相比其他的结构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而且这种桥梁的承重结构与船力结构相互配合使用 可以达到共同受力的作用 不仅延长了使用周期 还有经济实惠的效果 相比于实心结构 它的造架低而且受力均匀稳定性要好 而且使用实心结构的话 对下面的承重柱的压力则会更大 甚至需要多建立几根承重柱 当高铁驶过的时候危险程度会加大 因此建筑学家就设置出来这种空心的结构 不仅缓解了下面承重柱的压力 还降低了桥梁的造架 延长了使用寿命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我国所需要的桥梁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如果都采用实心结构 制造费用和后期的维修费用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而且这些桥梁上面每天都有高铁通过 实心的会降低使用寿命 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陷入了一个误区 觉得实心的一定比空心的结实耐用 我们还是要相信建筑学家的设计